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的世界文化遗产卡苏比亡灵当地时间16号晚失火 亡灵内的主建筑物基本被大火烧毁 失火原因目前尚未查明 记者赶到现场时 亡灵内的主建筑一座高约10米直径约15米的圆锥形茅草房仍在燃烧 经过特殊处理的棕榈叶覆盖的屋顶已经烧光 剩下的木制框架仍然冒着火光 现场聚集了大量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 不少人对消防队未能挽救这座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表示不满 并向消防队员和维持治安的警察投掷石块 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截至当地时间晚11点 数量警车在卡苏比亡灵附近巡逻警戒 军方随后也派出了大批宪兵抵达现场以防止发生骚乱 乌警方发言人朱蒂斯·卡巴·库巴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证实 大火大约发生于当晚8点40分 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卡苏比亡灵前身为布甘达王国的王宫 建成于1882年 1884年以后成为皇家墓地 灵地内有七座大小不等的圆锥形草房 此次失火的是最大的 也是埋葬布甘达王国最后四任国王的茅草房 这里也一直被布甘达人视为圣地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 相传布甘达王国兴起于16世纪末 在18世纪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于19世纪下半叶发展到鼎盛时期 势力范围曾一度扩展到坦桑尼亚边境地区 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到坦桑尼亚边